兄弟们,你们放心,我会继续在大漂亮消耗他们的各种这样的物资 看我们过得好啊,你们受不了了,破房了 你别以为我看不出来你咽样怪气儿,就你这种人一天我就看穿你了 你破房了,你们不是老就是说讲文明懂礼貌吗 你骂人了,这个月你丑爹没给你发狗粮 哈喽大家好,我是巴九 最近世界面包大赛落幕了 我国台湾队啊,荣获了第三名 而法国夺得第二,第一名是暖心的祖国队伍啊 为什么我会说暖心呢 大家来看一下这张照片啊 中华民国的国旗啊,仿佛是一个照妖精 或可是驱魔神器啦 中共国人看到啊,仿佛跟吸血鬼看到十字架 或是银弹一样要躲得远远 非常的恐怖,对吧 我真的会笑死 明显这些出去比赛的中共国人都是知道 什么东西是敏感的 一方面说台湾是自己的一个神 一方面又躲开自己的省旗 还有自己的省人 更搞笑的是,地主对法国各界的媒体啊 非常意外中国这次会夺得本届冠军 所以各大媒体相继报道 点阅率超过了5800多万 在法国来说是非常高的 那这让中共看到非常的开心啊 赶紧得把这张照片给放在微博 导个大内心对吧 于是中国搬到微博上的版本就变成了 这样子,搞笑吼 啊不是说台湾省是你中共国的一部分 你怎么不敢吃豆腐吃到底 说你看咱们中国啊前三赢得了两名 第一名跟第三名啊 中国称霸世界其二 你也可以说这个所谓的青天白日旗 是台湾省的省旗 说实在的 2019年世界面包大赛 中共国队伍抗议 台湾使用中华民国国旗 对OK 所以那一届啊 台湾只能用所谓的奥会 中华台北的旗字 但今年啊 法国主办方直接无视耶 让台湾拿国旗上去拍照 真的是多亏了 胜上的道行逆施的功劳 让世界看到了台湾 当然 我们台湾自己也努力不懈的 没有去舔共 不然那 我们也会被世界给唾弃 除此之外 还有一条粉红陆沛 来到咱们花莲车站拍摄的一条影片 先带大家来看一下这个搞笑的影片哈 完整的还有再进步哦 看这台湾搭火车有多麻烦 我拿这个票还要去那个7WIN拿 还要花个8块钱 才有感应一下 我们家里面刷脸就可以了 OK 就是短短这十几秒影片 这个中国陆沛大妈 已经把影片给下架了 为什么 因为翻车了 我看完这条影片 大家应该都跟我一样 不知道从哪开始反驳 因为全部都是点 我们先来讲一下这个陆沛的身世哈 首先这位中国大妈 在抖音上的名字叫做什么呢 中原女子在台湾 是一位陆沛 刚好她是粉红属性 她的抖音上常常分享什么 台湾省又怎样又怎样 那些自以为政治正确的台湾人 千万不要再帮她洗地啦 说什么 他说的台湾省是中华民国台湾省 放屁啦 如果如你这么说的话 那依据中华民国宪法 他抖音里面的台北就不属于台湾省啦 但他上面打了台湾省 所以真的不用帮她找借口了 她说的就是中共国台湾 只有在中共国的框架之下 六都才不属于直辖市 通通都是台湾省的 好这个前提说完了 所以她肯定是知情的 因为她在台湾生活多年了嘛 那在台湾买火车票 有非常多取票的方式 依据每个不同使用习惯的人们 像是你习惯去现场的车站 30分钟前取票 那你就去 你习惯去各大超商 Saven全家什么 莱尔夫什么小的 你去那边取票也可以 去那边取票 顺便可以拿自己寄来的包裹 因为有时候你可能不在家 不在家可能没有人帮你带收 如果你不是住这个社区大楼的话 对吧 而你顺便可以买个零食 可以买个饮料 哇 这是极方便于一身的一个模式 它是一个选择 对吧 而线上的app也可以取票 直接用app买 然后直接用手机刷 这样就可以了 我们连脸都不用刷啦 买个票还要照脸 你出国过海关啦 就跟台湾表妹一样 因为台湾的小伙伴看到 因为非常的兴奋 你看 我去中国的杭州5G厕所 上厕所拿卫生纸 我要刷脸 然后刷脸 五张跑出来 我给你那里塞你的棍 你给我五张卫生纸 不够是要弄手抠是不是 如果不够怎么办呢 你必须夹着屁股 然后再把门推开 跑出去再刷一次点 不好意思啊 这要隔九分钟 如果你8分57秒出去 你还要再等两个秒 OK 8分58秒刚好有个人进来 看到你 你夹着屁股在那边刷脸 取卫生纸 你不觉得很难看吗 你才能取下一段卫生纸 你只知道中国社会氛围 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 才会有如此一般的科技 当然啦 这个民间跟政府都是有责任的 不单单只是其中一方有问题啊 我只能说科技来自人性 包括你们的移动之处 为什么普及化的程度啊 算是世界最早的国家之一 因为你们假超太多了 这种东西不可否认 对吧 当然三道小粉红 还是会嘴硬否认的 而且台湾的超商密集度 算是世界之最 不要说六都啦 我们像下花莲 我家新城村 骑车五分钟 就可以逛完的村庄哦 就有一个全家一个7 还有大超市 当然还有其他杂货店那些啦 那更别说六都啦 一条街上三四家连锁超商啊 还有那个中型超市也是很多啊 中国的农村村落有几家7 全联 还有连锁的大型超市 有几家星巴克 真的不要在那边尝腰耶 而这个粉红路配都来台湾生活多年了 他就是想骗流量啦 他真的不知道吗 他知道 但是在墙内的粉红 不知道 所以他拍了 当然啦 现在清醒的中国网友越来越多了 会出来怼人的说你在造假啊 明明就不是这个样子 对吧 所以他删影片了 这条影片不见了 你就知道翻车啦 可笑至极 中国搭火车近战 OK你要先用身份证刷 刷进去之后 还要过一个像机场规模的案件 再来 去后车大厅 在后车大厅等 等你的火车快进来的时候 你要去月台嘛 去月台的时候不好意思 你还要再刷一次 身份证 虽然是直接登录在身份证里面 买的票啊 所以你在家要刷脸 但是 你两次刷身份证跟安检的时间加总在一起 真的有比线上取票来的方便吗 如果你要论就是科技进步的话 那我跟你说啊 台湾日本啊 美国啊 欧洲啊 也不是那种身份证去刷的吧 那所以你中国是宇宙科技啊 超新星科技啊 美国欧洲台湾都是很落后的这样子是吗 这种系统台湾跟欧美国家不是做不到 而是不愿意去做因为人民会觉得有所担忧 更何况你们的政府还是极权政府呢 还不信你们现在上网啊弄你们的中国社交平台骂一句圣上 礼上席下之类的你去发 你发你就知道你们所谓的刷脸高科技是怎么样的一个用途 其实我根本就不反对粉红你们想要的生活形态啊 你高兴在你家的事啊 我也不会主动率先去批评 但次次都是粉红先去批评我们 甚至欧美日韩 哪是不是这样 还有田工台湾人在那边配合说什么 啊你反驳就是在挑衅啊 哦原来全世界欧美日韩台印度新加坡大马等东南亚国家之类的那些啊 都是在挑衅对吧 我们来看小粉红的罪有多硬 我们来看这个影片 兄弟们你们放心 我会继续在大漂亮消耗他们的各种这样的物资 包括他们的电能 食物 还有医疗资源 反正我只要消耗到他们 对于我们来讲就是赚的 兄弟们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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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来 出门嘞 我不知道他是不是在低级红高级 还是他真的是这么认为的 就算在美国当乞丐都要找借口说 我过去是爱党爱国的啊 我在消耗美国呢 我在削弱美国呢 所以我鼓励啊李克强说的那六亿月入一千的中国人 赶快走先去美国 吃垮美国的财政 打着民主自由的形式去反美国的民主自由 把党的那套通通带过去 六亿人过去隐忍十几二十年 不管这六亿人 有没有一亿取得美国国籍 你这一亿就直接占了 快占了美国人口了三分之一啊 你哪怕在那边生个孩子 你孩子就有国籍了嘛 等小孩成年之后就有投票权 你直接碾压美国本土人口 直接公投独立在病毒中共 诶我的民主自由啊 对吧 成为中共国美力兼联合省 怎么样听起来还不错吧 把每个美国的角落都盖满高楼大厦 啊不对 是盖满烂尾楼 大家最近有没有发现 粉红被一些数据或是事实 怼到嗆到哑口无言的时候啊 就会说 诶你急了是吧 你破防了对吧 就好比我先诬赖你 我先骂你 我栽赃你 莫许有的事情 当你拿出可能监视器画面啊 或是不在场证明的时候 粉红就哑口无言了 他就会说 你急了是吧 你去找证据代表你急了 你破防了是吧 废话你 你抹黑我 不用找证据啊 这些毫无关联的东西嘛 当今天检察官起诉你 或是法官判你的时候 证据什么都拿出来 你会跟法官 你会跟检察官说 诶你急了是吧 来去跟公安讲讲看 公安你打我 你急了是吧 去讲 带大家来看一下 最近也为中国网友 演员出了这段的反应 很神啊 神来一笔 带大家看 你好 你这话什么意思 我肯定好啊 看我们过得好啊 你们受不了了 破防了 我就是跟你打个招呼 想那么多啊 言 你接着言 你别以为我看不出来 你阴阳怪气 就你这种人咽 我就看穿你了 如果你觉得哪不好 你应该努力 去让它变得更好 而不是在这阴阳怪气 你觉得这不好 你可以走啊 哪好你去哪啊 神经病吧你 你骂人了 你破防了 你们不是老听说 讲文明懂礼貌吗 你骂人了 这个月你丑爹 没给你骂狗娘了 我三个人先嘛 破了 破了 他破防了 完全演绎出粉红的逻辑 对吧 被铁拳人说 没事 对不起 铁拳人一走 又开始 爱党爱国 而里面也演出了 小粉红的自卑心态 当然在今天只是稀松平常的跟你讲事实 或是讲一个东西 小粉红就会认为别人是不是看不起我 所以进而演变出这一堆莫名其妙的东西 最好还反转 自己变成是所谓的理性的那一方 别人还是情绪不好的那一方 其实我发现这个跟呃 台湾人一些专门用词很像 就说 哦 所以呢 然后呢 嗯 哦 哦 是哦 嗯 哦 是哦 嗯 所以呢 嗯 熟 就是这样子啊 所以其实各个国家都有各个国家的那种粉红逻辑 只是 中共国的 是终极大魔王系列 唉 好啦 今天的影片到这就结束 喜欢记得订阅我不喜欢记得 一定要把我封锁 我是爸小小姐 拜拜